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因为他们业障太大没有孩子呢 这种两种情况你讲的都会有 有的孩子有的夫妻就是大家不欠大家的 那么这种情况也有 还有的就是他自己的业障太深了 那么这个一般的都是让你就是说 现世里边你如果叫他自己查一下 他是不是做过特别特别 比方说杀业啦或者不好的事情啦 害人啦如果没有这些呢 基本上呢都不一定就是恶事 如果是这些事情呢 可能因为像这个新世 如果孩子生不出来 基本上都是现世报的 如果是如果是没有 没有比方说不讨债不还债 没有债主子的话呢 这个一般呢他今世没有做什么坏事 那么这个人呢是不欠谁 谁也不欠他 他也不一定要去来负担和承受这个果报 明白吧 明白明白 那就是师父现在我就感觉啊 现在就身边有很多就是这样的年轻人 现在生孩子特别特别的 你知道年轻人里边还有个问题 反正你也是过来人 很多年轻人在婚前 很多的性行为非常非常的随便 这个也是导致他们婚后生产不出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实际上这个也叫现世报 你明白吗 对这就叫现世报 很多男的在外面乱搞女人 他实际上他不知道 你想想看很多的病像这种性病 他根本自己不知道 他也休以出口去讲 你去问问看这种那种看性病的医生 有现在社会上有多少小青年占了这些毛病 实际上只不过你们不知道 没有统计 没有像新闻一样爆出来而已 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比例 所以像这些情况已经是现世报了 那么像这个生不出孩子 这个是属于现世报 还有杀业是现世报 还有就是说你在背后因人家的话 这个孩子会生不出来 所以我们中国自古就有句话 像你这样做坏事 背后捅人家 你这种人生不出孩子的 这个就是说因人家的事情 孩子会生不出来 那师父我就觉得现在这个社会 就是这些年轻人呢 可能说是在这个男女这个道德方面 不是特别注意 所以说就是这种现世 有很大部分是来自于这方面 对啊 因为来自于这方面之后 因为你太随便了 那么你到结婚之后呢 正规的就没了 那么有些话呢 我讲的比较难听 我也不大愿意讲 就是说你这种行为太多之后了 那讲老实话 那就慢慢慢慢就不一定 就就我我举个例子吧 这块田呢 这块田呢 有时候就是慢慢慢慢 种子就种不出来了 哦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就是这个意思 那师父是不是就是说 如果来说判断这对夫妻 他是前世还是说前世没有欠债啊 还是今世就是说现世报 这个还是具体要请您来看一看 这夫妻两个人的 这个主要的这两个人的这个 比方说这两个人 只要有一个人有杀业 也不行啊 都不行 因为一个人有杀业 那一个人一定生不出来 因为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情 所以像这种情况呢 叫他自己呢 一般的要多念礼佛 心经 还有呢 就是要多做善业 多放生 都能解决这些问题啊 像这种情况 根基很重要 你比方说这个孩子一直很好的 过去也没有乱来过 也没有杀业 这个孩子呢 很文静的 他就是生不出孩子 实际上呢 他自己本身呢 也不大想生 只不过南方的妈妈 逼着他 一定没有怎么样怎么样 实际上像这种情况 讲都不要讲 没有再组织 就是没有再组织 真的是好事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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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